好 主播桃園有一名64歲的江信男子 是彰化和美一間化學飲料批發廠的老闆 那因為積欠 勞保費 勞工 退休金 健保費等等各種費用 累積多達將近700萬元沒有繳納 勞保局等行政機關陸續移送法務部強制執行 那彰化分屬積極調查公司的財政執行 追繳了280多萬元 但是迄今連同製納金跟利息還有超過470萬元沒有清償 因為我們調查出他有將公司的資金做移轉還有處分 還有將公司的財產做一些坐駕去投資其他公司 他認為他應該是有履行義務的可能 而且有脫產的行為 所以我們向彰化地方法院申請管收三個月 那也經過法官這邊才準 江信男子在得知要被管收之後呢 馬上聯繫親人籌籤 那先繳納部分的欠款還要求弟弟提供房產擔保 不過家人沒有辦法在管收當天就即時完成分期擔保的程序 所以讓他也只能夠被收進看守所 管收度過寒冬 弟弟跟兒子也持續的幫他跟彰化分屬商談分期償還的方案 那最後是在26號當場繳納現金50萬元 以及用弟弟價值上千萬元的偷天錯作為擔保 並且保證明年1月開始他就會按月繳納50萬元 也讓江信男子終於可以反駕團聚跨年 以上是最近找到消息時間交換篷內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